从现在为止我们一共发现了九只被毒死了 警察拿走了两只这还剩七只 前段时间那个一个阿姨就是发了那个视频说我们畏越投毒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的话也是报警 让警方那边去跟进处理 然后他们警方的话也是拿去化验 是流浪猫不是家猫 业主好像都没放出来 我们物业没有投毒去毒害那个流浪猫的 3月9号那个业户向五部反应这个情况嘛 然后我们也是积极的配合业户去处理这个事情 去查看监控啊 或者是去那个猫之进行接收 就是处理嘛 就是那些流浪猫的事情 我们第二天的话 3月10号就已经对那个小区园区地库啊 就是进行了地探室的排查 现场就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毒物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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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